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磁鏟翅薄有多汁 而且仍然凶富 我就非常多喜歡吃 原來磁鏟還能要做出 很多美美的菜式 一起學習吧 HELLO,KIT,想問一下你剛才看見你示範了三道菜式和一杯飲品 其實你的創作靈感是來自哪一道呢? 因為現在磁橙當做,所以用它的特質是多汁、無核、多肉、連皮都可以用 所以這幾道菜我都運用了這幾個部分,連皮都用了 好像第一道菜一樣,就是用這個磁橙,再用它的皮來做了糖漬 然後切碎,然後混合乳酪,橙味很甜、香、濃郁 加乳酪後,就是配合這個PALMAHAEM鹹鹹地 所以一鹹一甜,很酸酸,很好吃 第二道菜,我用了紅酒、生抽和糖,做了燒汁 最後攤冷,加新鮮的磁橙汁,保持鮮橙味 有維他命C之餘,配合煎香帶子,很好吃 第三道菜,主菜是用法國的鴨胸 用一個特別的香料,有些CORRIANDA SEAT,再加上鹽 烤到它脆薄薄香,最後加上紅酒 加上橙汁,這個橙汁再加多些 讓它吃新鮮的橙味,配合肉類 你就是升級廚神,那幾道菜式當然沒有難度 但是我們有很多時代女性 她們要上班,放了工又很累 做這些菜式,對她們來說可能也有點難度 你有沒有一些很簡單的想法 可能三兩下手勢已經可以做出來 其實可以的,把橙汁起出來 加上鹽,加上黑椒 如果你喜歡它多些香味,加上洋蔥碎 加上一些extra virgin olive oil 拌起它,加上一些菜,已經是沙律 甚至你把它煎香的扒 或者是煎香的雞扒,肉,海鮮 可以變成一個汁,又是可以很好吃 很方便兩分鐘就完成 好,今天麻煩Kid和我們分享 Hello,Leslie 我想問你,橙有什麼獨特的營養 是其他水果比較少的? 橙除了有糖分、維他命C之外 橙的表面有一層礦物油 在橙來講,就是保護自己 不想有細菌入侵橙肉 但對於我們的健康來講 這些礦物油有少少是大腸 還有可以舒緩我們本身的腸的緊張 所以你說橙對於我們的腸胃健康很重要 你剛剛提到表面的礦物油 我們就要吃橙皮 橙是我們通常吃橙肉的 但在飲品上,譬如我們說 飲檸檬茶以外 可以用橙來浸一些橙茶 或者可能做一些特色的醬汁的時候 又或者可能做一些果汁 我們都會用那個果皮 尤其是可能講中國人 我們做一些果皮 都是放進食物裏面 除了做調味 亦都有顏外營養的健康好處 磁鏟和普通鏟最大的分別有些什麼? 我想磁鏟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核 而且它本身是比較容易剝皮的 白色的果皮部分都比較薄 所以吃起來就比較方便 而且它本身的維他命C 亦都是比較豐富 比起一般的橙 它的維他命C含量 以同樣的份量去計算 就會多20% 裡面的甲質和纖維都一樣豐富 所以在營養上就有一個優勢 這麼豐富的營養 應該是對美容也很有幫助的 橙除了食用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對美容有些幫助? 本身橙含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除了說增強抵抗力 對於我們那個膠原的蛋白的增生 也都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我們講的 橙除了內服、食用之外 亦都可以切一些橙片去敷面 因為本身水果有獨特的果酸 我們講的磁橙 亦都含有這些果酸成分 可以加速我們表皮 一些已經衰老了的皮膚去剝落 令到我們底層的皮膚 亦都可以快速地生出來 所以對於我們皮膚的新陳代謝 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難怪你皮膚這麼漂亮 你可能就是每天用橙來敷面 都可以的 謝謝Leslie 謝謝 想不到一個簡簡單單的橙 都可以有這麼多變化 以後大家都可以利用磁橙做更多的菜式